謝謝主席 請教我們 衛署長 好 衛署長 學員武安 對這個細鮮湖為例的污染 你了解的現在台灣是處於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環保署事實上有定有標準 我們希望每一個年平均的話 各地是在15維克每立方米以下 那目前我們去年的統計 維克是PM10 PM2.5 講的是PM2.5 講的是PM2.5 那現在超過15 15以下 那我們目前去年的數字大概是20左右 就是超過15 超出5維克 你們有調查統計說去年10月開始 到今天 只有10天沒有超過36 可能不是10月開始 應該是今年1月份開始吧 今年1月份開始 報紙都登了 我請空法室處長把數字明確化一下 36嘛 因為36是所謂中級嘛 中級的嘛 對我們就是 36是中級 每分成10級嘛 10級的話 第4級以上要注意 那就是36 36嘛 那超過36的 從去年10月開始 到2月底150一天裡面 有10天沒有超過 其他140一天都能超過吧 超過36啊 那個要看地區啦 那以南部地區 那又中南部 中南部 中南部的話大概是 那台北呢 台北好一點 台北會好一點 台北會好一點 對 然後這個你們有 是貴處研究報告吧 所以我們的PM2.5 這個30%是境外來的 表示70% 七成是國內自己製造的 對 這是整體的平均 大概是這樣 整體平均 那中南部呢 中南部反而會低一點 因為它本土比較高 所以那個 從這個境外移入的 反而比較高 它還是在30左右 因為它的分母比較大嘛 它比較高 對 境外來的比較高 所以受中國影響 中南部比較大 對 也比較小 那這個中南部的朋友 支持民進黨是對的 他講 潛意識理就知道說 中國不是好米 反而害到呢 是啊 剛才可能剛剛報告 有一些那個 一個是講百分比啊 一個是整量來多少 我們國內 即使你說現在 這個目前的狀況 就是PM2.5 超過36的 這麼嚴重 然後平均的話 這個也是20以上嘛 那這跟這個OECD 36個國家來比較 我們是 我們是屬於 哪個 哪個這個位階的 排名啊 有媒體說是 比OECD的35個國家來招 來的招 糟糕的招 所以台灣你怎麼成為這個開發國家啊 我們大概是在中間啦 他曾經統計過92個國家 我們排名第46 拼命 拼命跟我們驚訝 說啊 你台灣的股市啊 這個要 當開發國家的話 你要給外資多少的便利啊 開放啊 自由啊 優待啊 但是從空氣指標來講 馬上破功 連OECD36個國家我們都不能比 那現在問題來了 從2001年開始 你知道這個肺腺癌 就變成台灣癌症死亡的第一名 肺腺癌 那在肺腺癌裡面 90%的女性 40%的男性 跟酬炎無關 那是空氣污染嘛 那現在 衛生部沒有在這裡啊 你看 浪費我們的健保資源多嚴重啊 現在這個就診的 因為呼吸系統疾病而去就診的 佔整個就診人次的七成 整料費用每一年超過千億元 那有一個報導 這台北模擬業專家研究的 他比較台北市跟台北市外圍 然後發現這個因為台北市的PM2.5B 外圍嚴重嘛 因為這個 這個 交通 汽車多 摩托車多 讓這個洗腎的患者死亡率 增加了76% 他們現在洗腎人口越來越多 他們洗腎的健保支出 支出的金額 已經等於台灣所有中醫師 中醫的這個給付金額 只有一個洗腎 就贏過這麼一個中醫 會收藥 那這個會腺癌 很明顯就跟空污有關係 跟這個P2.5 那你說如果這個超過美麗方公尺 36微克的這個PM2.5 就要戴口罩 那戴口罩是戴什麼口罩 一般口罩嗎 還是這個 還是這個N95 問一下 因為超過第四級以後 我們對於敏感質詢 我們是建議它能夠減少活動 那如果說它要外出的話 當然戴上口罩 戴哪一種口罩 一般口罩 一般就是我們戴一般的口罩 它有一定的功效 一定功效 當然對於PM2.5 不可能全部把它立掉 PM2.5 它的這個 維繫度 是頭髮的請之幾 頭髮的請之幾 28分之一到30分之一 對啊 那你一般的口罩 擋得住嗎 但是我們不可能 要戴心不痠的 他還是有 現在感冒的 對於大的肥臣還是有 這個住址管理 都會戴口罩 怕傳染給別人 所以建議中南部 從去年10月開始到今天 全民戴口罩 N95 怎麼辦 你會想像說哪一天有人會戴防堵面具出來嗎 上街戴防堵面具 那再來有一天 街上就有賣這個瓶瓶瓶的空氣 這些水 台灣瓶瓶水已經變成全民普及了 瓶瓶水喝那麼多 自來水的消耗又沒有減少 很奇怪 水用到那裡去 那空氣啊 水空氣 水出問題了 現在不只髒 而且少 水出問題了 那空氣早就出問題了 這麼嚴重 所以該怎麼辦 那個中國一位財經記者 叫財經 看木材的財 他做了一篇調查報告 叫做窮頂之下 現在中國進波 窮頂之下 他自己背了一個移動的偵測器 然後他說走一天以後到處跑 你們環保水有沒有 有沒有委託人家這樣做啊 你是固定幾個點 你就找幾個人 在都市裡面走 走一天 開車的一天 騎車的一天 走路的一天 各大城市 上下班時間等等 就一天 這樣下來 看他一天所吸到的 這個PM2.5 量多少 有沒有做這樣的一個事 台經這個 我有看 他的北京等等地 他的污染 和他的PM2.5 濃度是非常高 所以他背的那個移動式的是比較簡易的 還有更精密的 我們台灣現在我們是比較精密 那我們簡易的也做一做 再來從環保史的觀點 問經濟部一定不講 問交通部一定不講 問交通部一定不講 我們現在會有一些 跟地方的合作 有沒有跟洛杉磯一樣 洛杉磯在1970年代 1970年代 他發明一個新的 這個 這個詞彙 叫做smog smog s-m-o-g 叫smog加fog smog 好 那台灣已經有smog了 你看高雄85樓 現在在我們主管的環境教育這個項目下 我們會跟一些 不是啦 環保史要講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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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資訊都公開的 不要做掩蓋罪惡的幫兇 不會 不會 我們資訊非常公開 而且現在手上環境即時通APP一兩 就直接跟我們監測的數據都突然 從2001年開始 這個肺腺癌變成 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一位 其實十大死亡原因裡面 台灣 有七大死亡原因 通通跟空氣有關 這個部分 我們跟衛福部 還有國衛院 你看癌症 中風 心臟病 高血壓 肺炎 糖尿病 慢性下呼吸道 現在還發現說 阿滋海默症跟PM2.5 也有密切關係 台灣的阿滋海默症 人數也在提高 年齡也在下降 是 我懷疑我們有高層的 這個大關好像有一點點喔 可能受空氣污染喔 真的 時間到了 台灣現在陷入危機 所以要當危機處理 2016年的總統候選人 台灣空氣污染的問題 當成重要的政見 黃茂鼠會在這方面繼續努力 這個空氣用得好喔 我們回歸30年前40年前喔 有現代的科技 有40年前的空氣 你看台灣 不只是幸福快樂 還有怎麼形容啊 走人口減少的 就是雙贏啦 世界各國都來啊 而且喔 那人好在哪裡 空氣用得清乾 比你開工廠更好 不要再搞這些污染啦 這以此類推喔 真的台灣的危機 不是沒有辦法處理 這個人自貨啦 人自貨啦 人自貨啦 人自貨 自己創造自己的災貨 環保署 環保署 你可以基功德 你可以基功德 你如果沒有想要基功德 我 我來做 因為您有這個 勉勵和期許 我都有記得 我們救人一命 盛造七級福度 這樣救很多人的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